这是漂亮国最奇葩的一任总统 他的专用飞机是履带式的 就连坐架也是有几吨重的黄金打造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工作态度 他每天无所事事 混迹在各大娱乐场所 他本人对此的解释是 寡人努力大半辈子才当上总统 难道就不能放松放纵一下吗 再说了 我只要去到一个地方消费 就可以拉升本地一年的经济 来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可他的这些爱好也让自己陷入危险之地 这天 国防部得到可靠消息 说今天有一伙人要在酒吧刺杀总统 皇家护卫队立马展开行动 什么战斗机啊 坦克啊 都开始朝酒吧方向汇集 很快他们就将酒吧重重包围 就在总统玩得正嗨的时候 护卫队突然杀了进来 将周围的可疑之人清理得干干净净 接着由十几个保镖将总统安全带走 此时的总统还一脸懵逼地端着酒杯 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一名勇士冒死朝他开枪 他才知道事情起立 随后总统赶紧坐上战斗机 在周围重兵的掩护之下 飞回了总统府 如果你当上了漂亮国抗霸子 你想怎么玩